古二里化第二侧 1-2 化学反应的围观世界 这个单元是有关于方程式平衡系数的讨论 第一题 CROH3反应变成CR2O3加H2O 方程式平衡 我们先从两边所含元素种类最多 并且两边元素数目不一样的先开始 所以 左二两边 我们先从CR 因为左边一个CR 右边两个CR 因此我们先定右边这个系数是1 于是右边有两个CR 因此左边也要两个CR 所以左边这里写2 而两个CR之后 因为挂OH3有3个H 两倍总共236个H 因此236个H 所以方程式平衡 无论是反应物或者是生成物 每一项都只能有一个系数 并且系数确定之后就不能再变动 所以第一题的方程式平衡 反应系数是2E3 这是第一题 第二题 B加上B加上NaOH 反应变成Na3BO3加H2 方程式平衡 我们先从两边出现元素种类最多 而且数目不一样的 因此我们先平衡Na 左边一个Na 右边三个Na 因此右边这里写1 1乘3所以有三个Na 左边也要三个Na 因此这里写3 有三个Na之后有三个O 因此右边这里也是三个O 可是有一个B 所以左边这个B也是一个 最后剩下H 因为左边这里有三个H 右边只有两个H 因此2乘上2分之3 结果可以变成三个 这时候两边数目相等 可是方程式的系数 两边我们需要画成最简单的整数比 因此每一项我们都乘以2 把分母去掉 结果第一项变2 第二项变6 第三项是2 第四项这个是3 所以系数变成2 6 2 3 这个是第二题 第三题 C3H8加上O2 反应变成CO2加H2O 方程式的左右两边 我们从元素种类最多的先开始 左边有三个C 右边有一个C 因此左边这里写1 1乘3 左边三个C 右边也要三个 因此1乘3 这边系数写3 写了3之后就确定不能再变动 而左边有三个C 同样有八个H 因此左边八个H 右边也要八个 于是2乘4 结果等于8 因此 这样我们把C和H平衡好 最后剩下O 因为右边总共3乘2 有6个O 加上4乘1 有4个O 右边加起来总共有10个O 因此左边也要10个 于是2乘5就等于10 所以第三题 方程式的系数变成 1 5 3 4 这是第三题 第四题 PBO加上O2 反应变成PB3O4 我们先从两边 元素种类最多 而且数目不一样 我们先平衡PB 左边有一个PB 右边有三个PB 所以右边这里写1 写1之后 右边总共1乘3 右边有三个PB 左边也要三个 于是1乘3 这项系数变成3 然后就剩下O 因为右边1乘4 有4个O 右边有4个O 左边也要有4个O 可是写好的就不能再变动 因此 3乘1 确定的已经有3个 所以 左边还差一个 因此O2这一项 必须变成是一个O 所以2乘上2分之1 就变成有一个O 然后我们再把每一项都乘以2 我们把它划成最简单整数 于是 3乘2等于6 2分之1乘2等于1 1乘2等于2 于是 系数变成 6 1 2 这个第四题 第五题 PB3O4 加上4个HNO3 反应变成 NO2 加上 PB 括号 NO32 加 H2O 方程式平衡 因为这一体的反应 我们已经确定了左边的系数 所以反应物的系数 这一项系数是1 这一项系数是4 我们借着前面两项椅子 我们来平衡 箭头右边的生成物 于是 因为PB这里出现一次 这里也出现一次 因此 PB在箭头的右边 已经出现两次 我们必须要从 只出现一次的元素开始 所以我们不能先平衡PB 可是 O同样也出现三次 所以O也不能先平衡 因为 左边总共有4个H 所以右边我们也要有4个H 于是 H只有在H2O这一项 因此 2乘2 这一项系数变成2 于是 右边就有4个H 同样 左边因为有4个N 所以右边也要有4个N 括号里面 1乘2 这一项已经有2个N 我们要变成4个 因此 这一项系数乘以2 于是 2乘2 总共4个N 而当有4个N之后 而当有4个N之后 我们发现 同样就有2个PB 而箭头的左边 确定的有3个PB 所以右边也要有3个PB 写好的这一项已经有2个 因此我们还差1个 才能够跟左边一样变成3个 于是 这一项系数变成1 因此 这一项有1个PB 再加这一项有2个PB 总共有3个PB 于是 左两边相等了 因此 反应的生成物 这一项系数1 这一项系数2 这一项系数2 这个第五题 第六题 P4O10加上H2O 反应变成H3PO4 这一题的方程式平衡 我们可以先平衡P 或者先平衡H 可是不能先平衡O 因为箭头的左边 O出现两次 而我们平衡必须从出现一次的开始 所以我们先平衡P 左边P4O10有4个P 右边只有1个P 因此 左边这里写1 4乘1 所以左边有4个P 右边也要有4个P 因此1乘4 这里有4个P 而4个P之后 4、3就有12个H 因此 箭头的右边有12个H 左边也要有12个H 于是 2、6、12 因此 这一题的平衡系数 1、6、4 这个是第六题 第七题 NA2、S2O3加HCL 反应变成 NACL加H2O加S加SO2 方程式平衡 我们先从元素种类最多 而且数目不一样的先开始 因此 我们先看第一项 NA2、S2O3 我们可以先平衡NA 因为左边NA有两个 右边NA只有一个 这一题我们不能先平衡S 因为箭头的右边S出现两次 而我们必须从只出现一次的元素开始 因此 左边这里写1 写1之后就表示有两个NA 左边两个NA 右边也要两个NA 两个NA之后 于是就有两个CL 因此 箭头右边两个CL 左边也要两个CL 因此 1乘2 这时候两个CL 两个CL之后 2乘1 有两个H 因此 右边 2乘1 这项系数是1 有两个H 我们再看O 因为左边有三个O 所以右边也要有三个O 而O出现在两项 已经写好的我们叫做确定 现在确定的有一个O 所以 左两边相等 我们还差两个O 因此 这一项必须要两个O 所以 2乘1 有两个O 最后就剩下S 因为 左边有两个S 所以右边也要有两个 这一项已经有一个 所以我们还差一个 因此这项系数写1 所以方程式平衡 系数变成 1 2 2 1 1 1 这个第七题 第八题 PB括号 NO32 反应变成 PBO 加NO2 加O2 箭头的左边只有一项 所以这一题 我们可以先平衡P 可以先平衡N O因为右边有出现三项 所以O不能先平衡 而两边数目不一样的 我们先从N开始 因为 箭头的左边 挂里面 1乘2 所以 左边有两个N 右边也要两个N 所以这边系数写1 而 1乘2 这样右边就有两个N 左边有一个PB 因此 这项系数1 右边有一个PB 左边的O3乘2 有6个O 因此 右边也要有6个 这一项有一个 加上2乘2 第二项有4个O 一个加4个 总共5个 所以 我们要凑成6个 于是 最后这一项 只能有一个 因此 2乘2分之1 就变成一个 每一项我们都写好了 这样方程式平衡 可是 我们必须要把系数变成简单的整数比 所以 每一项系数都乘以2 我们把分母去掉 结果变成 2 2 4 1 这个第八题 第九题 NA加上CO2 反应变成 NA2O加C 方程式的两边 我们先平衡O 因为 如果先平衡NA的话 等一下很容易出现分数 所以我们先平衡O 而平衡O 左边这里有两个O 所以这项写1 1乘2 有两个O 右边也要变两个 所以 右边 1乘2 这样两个O 有了两个O以后 2乘2 有四个NA 右边 有四个NA 左边 也要四个NA 因此 这一项写4 最后C 因为左边有一个C 所以右边这一项写1 有一个C 于是 每一项都写好了 这样子放程式平衡 结果 4 1 2 1 这个第九题 第十题 PCL5加H2O 反应变成 H3PO4加HCL 这一题的方程式平衡 我们从 原数种类多 而且数目不一样的 因此 我们先从O开始平衡 因为 左边有一个O 右边有四个O 我们从O先开始 因为 箭头的右边有四个O 左边只有一个O 于是 右边这里写1 1乘4 有四个O 左边 1乘4 这项系数是4 写了4以后 结果 428 有八个H 箭头的左边有八个H 于是 右边也要有八个H 可是H这边有两项 写好的叫做确定 确定的已经有三个 因此 左边有八个 右边全部也要有八个 于是 三个要变成八个 因此 这一项必须是五个 结果 五个H加三个H 右边总共有八个H 而左边 4、2 也是八个 这样方程式平衡 而箭头的右边 有五个CL 所以左边这里 5乘1 这项系数是1 这样 每一项我们都写到了 于是 1、4、1、5 这个第十题 11题 NaCl加H2O 反应变成 NaOH加H2加Cl2 我们看方程式的主要两边 我们先平衡CL 因为 左边有一个CL 可是右边有两个CL 我们先从两边只出现一次 并且 数目不一样的先开始 于是 右边 CL2 因此 我们这边系数是1 2乘1 右边有两个CL 此而左边 1乘2 也有两个CL 有了两个CL 就有两个Na 因此 左边有两个Na 右边也要有两个Na 所以 Na这里是1 所以1乘2 因此 这项系数是2 有了两个Na 就有两个O 所以 右边有两个O 左边也要两个O 因此 这边系数写2 有了两个O以后 224 有四个H 左边有四个H 右边也要有四个 可是数字写好的叫做确定 已经确定的有两个 所以 还差两个 因此 右边这一项 必须是两个H 所以 2乘1 这项系数是1 这样子 左两边 每个原子的数目都相等了 所以11题的系数 2 2 2 1 1 这是11题 12题 NH4Cl加CA括号OH2 反应变成 CACL2加NH3加H2O 方程式平衡 我们从两边数目不一样的先开始 可是 像H 左边出现两次 右边也出现两次 所以H不能先平衡 所以我们先从数目不一样 我们先平衡CL 右边这里有两个CL 左边只有一个CL 所以 2乘1 这项系数是1 有两个CL 左边也要两个 因此这里系数是2 1乘2等于两个 有了两个CL之后 2乘1 有两个N 左边两个N 右边也要两个N N在这里 所以 1乘2 这项是两个N 而刚刚CACL2 系数1 有两个CL 就有一个CA 所以CA要一个 因此这项系数是1 我们再平衡O 左边的O 括号里面1乘2 所以这项有两个O 我们再乘系数1 所以 CA括号OH2 这项有两个O 因此 右边这项也要两个 所以1乘2 这样每一项都写到了 可是 H我们好像还没有平衡 每一项都写好了 我们可以把H拿来当作验算 因此 左边 428 这项H有8个 而2乘1 这项H有两个 两个加8个 所以左边总共有10个H 而右边 236 这项有6个H 224 6个加4个 总共10个 所以左边10个H 右边也10个H 两边数目相等 这样子方程式就 这样子 就可以确定方程式平衡了 不见得每一个元素 我们都可以用得到 可是 我们可以把最后 还没有平衡的元素 我们拿来做验算 这样更可以确认 我们方程式的平衡是正确的 这个12题 13题 SBCL3 加H2O 反应变成 SBOCL 加HCL 方程式平衡 左两边 我们不能先平衡CL 因为 箭头的右边 CL出现两次 所以我们可以先平衡H 箭头的左边 这里有两个H 可是右边只有一个 所以 2乘1 这项有两个H 因此 1乘2 这样也是两个H 有了两个H之后 1乘1 有一个O 所以这一项系数1 1乘1 有一个O 有了一个O 就有一个SB 所以SB T 这里也要1 于是 CL还没平衡 我们拿CL来做验算 箭头的左边 有三个CL 箭头的右边 这一项是一个CL 这一项两个CL 一个加两个 所以箭头的右边 总共也是三个CL 这样子方程式平衡 这个是第13题 14题 C2H5OH 加O2 反应变成 CO2加H2O 方程式平衡 我们可以先平衡碳 箭头左边有两个C 右边只有一个 因此 这项系数写1 2乘1 左边有两个C 右边1乘2 也有两个C 而左边 5个加1个 所以左边有6个H 因此 右边也要有6个H 所以 2乘3 这样子 6个H 我们把O 2乘3 我们把右边的O 数目加起来 因此 224 这一项有4个O 再加1乘3 有3个O 所以右边总共有7个O 右边有7个O 左边也要有7个 写好的叫做确定 所以 确定的有1个O 因此 因此 我们还差6个 水 这一项必须要有6个O 所以 2乘3 236 这样子 左边有7个O 右边有7个O 方程式平衡 水 系数是 1 3 2 3 这个 14题 15题 F1 括号CRO2 括号2 加O2 加K2CO3 反应变成 F2O3 加K2CO4 加CO2 这一题虽然看起来 元素很多 方程式很长 可是 平衡的原则 还是一样 我们先从 两边只出现一次 并且数目不一样的开始 于是 我们先平衡F1 因为 箭头的右边 有两个F1 左边只有一个 所以这一项 我们写1 2乘1 有两个F1 这一项 1乘2 两个F1 两个F1之后 CR 括号里面 CR乘以2 所以 有两个CR 我们再乘系数 所以总共有四个CR 所以 左边有四个C 右边也要有四个 所以 1乘4 这项系数是4 有了四个之后 我们再平衡K 因此 428 总共有8个K 右边有8个K 左边 2乘4 也是8个K 有了8个K 这时候 我们再平衡C 碳 左边有4乘1 有四个C 右边也要有四个C 所以 1乘4 这样 有四个C 最后 我们再平衡O 因为 箭头的右边 我们把全部的O加起来 1乘3 有三个 加上 四四 16个 加428 这一项有8个 所以总共有27个 因此 箭头的右边 有27个O 于是 左边也要有27个O 所以 2乘2 等于4 是28 第一项 有8个O 再加 假设这一项系数 是X 于是 2X 加 三四 是12 结果等于 27 因此 12加8 等于20 一项过去 于是 2X 就等于7 因此 X 就等于 2分之7 所以 O2这一项的系数 是2分之7 可是 我们希望方程式的平衡系数 是整数 所以我们把每一项都乘以2 我们把分母去掉 所以第一项 2乘以2 变成4 第二项 2分之7 乘以2 变成7 第三项 4乘以2 变成8 所以这一项系数 8 而箭头的右边 1乘2 等于2 加 4乘2 428 于是 系数变成了 4 7 8 2 8 8 这个 15题 16题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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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箭头的左边只有1个N 所以2乘1 这样右边有2个N 右边有2个 左边也要有2个 所以1乘2 这项系数是2 而有2个N之后 2、3就有6个H 所以左边有6个H 右边也要有6个H 因此2乘3 这项系数是3 于是两边都有6个H 可是有了6个H就有3个O 因此右边有3个O 左边也要有3个O 所以这一项1乘3 这一项的系数是3 而有3个O之后就有3个C 因此左边3个C 右边1乘3 这里也有3个C 这样每一项都写到了 这样方程式平衡 于是 这一题的系数是 3、2、3、1、3 这个16题 17题 MNO2加HCl 反应变成MNCl2加H2O加Cl2 这一题的方程式平衡 我们不能先平衡Cl 因为镜头的右边 这里有Cl 这里有Cl 所以Cl出现两次 因此Cl要留在后面才能平衡 所以先平衡O 左边有两个O 右边只有一个O 所以我们取最小公倍数 2乘1 这一项系数是1 于是左边有两个O 左边两个 右边也要两个 因此1乘2 这样右边有两个O 有了两个O 就有22 有4个H 于是 右边有4个H 左边也要4个H 因此 这一项 1乘4 HCl的系数是4 而刚刚第一项 因为系数是1 所以有一个MN 于是 左边一个MN 右边也要一个MN 因此1乘1 这一项系数是1 最后剩下Cl 因为箭头的左边有4个Cl 左边有4个Cl 右边也要有4个 因此1乘2 这一项有2个 于是2个要变成4个还差2个 因此这一项必须要有2个Cl 于是2乘1就有2个Cl 因此我们加起来 右边有2加2总共4个Cl 左边1乘4有4个Cl 这样每一项都写了方程式平衡 于是这一体的系数是1 4 1 2 1 这个17题 18题 KMNO4加HCl 反应变成 KCl加MNCl2加Cl2加H2O 方程式平衡 我们先从O开始 因为箭头的左边O只出现一次 而且是4个 而箭头的右边O也只出现一次 可是是1个 所以两边最好公倍数是4 因此4乘1 这一项系数是1 于是左边有4个O 右边也要有4个O 因此1乘4 这一项系数是4 然后我们把第一项每一项元素 我们都可以先平衡 因为左边只有一个K 所以左边一个K 右边这里也要一个K 所以这一项系数是1 而左边有一个MN 因此右边也要一个MN 所以这一项系数也是1 于是我们平衡H 因为箭头的右边只有这里4 8有8个H 右边有8个H 左边也要8个H 所以1乘8 这一项系数是8 有了8个H之后 就有8个C 所以左边有8个C 右边这里加起来总共也要8个 因此这一项有1 加上这一项1乘2有2 因此1加2 这样就3个了 我们要凑成8个 所以还需要5个 所以这一项C 两个要变成5个 所以我们乘上2分之5 2乘2分之5就变成5个 于是每一项都写好了 我们把分母去掉 变成最简单的整数比 因此每一项都乘以2 结果第一项1乘2变成2 而2乘8变成16 1乘2变成2 1乘2变成2 2分之5乘以2 我们把分母去掉 剩下5 4乘2变成8 所以这一项8 因此每一项都写了 而且是最简单的整数比 这样方程式平衡 这个18题 19题 CUSO4加H2O 反应变成CU 加H2SO4加上O2 这一题方程式平衡 我们可以从CU先开始 因为第一项 CUSO4这项元素总共有三个 这一题除了O不能先平衡之外 其他都可以做开始的平衡系数 因此我们先平衡CU 于是1乘1 左边是1 有一个CU 右边1乘1 有一个CU 左边一个CU 就有一个S 因此 左边有一个S 右边也要一个S 所以这项系数是1 有了一个S之后 1乘2有两个H 所以 右边有两个H 左边也要两个H 因此 2乘1 这项系数是1 剩下最后O2 一个 因此O2这一项 我们要变成一个 两个要变成一个 我们把2乘上2分之1 这样就变成一个 然后我们最后再把系数 变成最简单的整数比 因此 每一项都乘以2 我们把分母去掉 所以第一项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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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个19题 20题 C6H12O6 反应变成C2H5OH 加CO2 方程式平衡 我们这一题不能先平衡C 因为箭头的右边 这里有C 这里有C C出现两次 我们也不能先平衡O 因为这一项有O 这一项有O O也出现两次 因此 我们只能先平衡H 箭头的左边有12个H 箭头的右边5加1有6个H 因此 两个最咬光倍数是12 于是 左边 12乘1 左边等于12 右边 原本是6个 我们6乘以2 结果也是12 因此 左边12个H 右边12个H 可是 有了12个H之后 左边1乘6 有6个C 所以 左边有6个碳 右边也要有6个碳 因此 2乘2 有4个 所以 左边有6个 右边有4个 因此 我们还差2个 所以 最后这一项必须要2个C 因此 1乘2 有2个C 好 每一项都写好了 我们方程式平衡 O还没有平衡 我们把O留着做验算 于是 6乘1 左边有6个O 右边 1乘2 这里有2个 因此 我们还差4个 4个 因此 224 所以CO2 乘以2 有4个O 这样方程式平衡 结果 1 2 2 2 这个 20 21 提 Na 加 H2O 反应变成 NaOH 加 H2 方程式平衡 我们先从NaOH 这一项开始 因为 右边 H出现2次 所以 H不能先平衡 所以我们先平衡Na 假设这一项是1 因为1乘1 右边有一个Na 所以左边这里也是1 左边有一个Na 右边有一个O 所以左边这里是1 有一个O 有了一个O 然后就有1乘2 有两个H 因此 左边两个H 右边也要两个H 写好的叫确定 确定的有一个 因此还差一个 所以我们这一项要变成一个 两个要变成一个 我们乘以二分之一 然后我们把每一项都乘以2 我们把分母去掉 结果第一项变成 2 2 2 1 这是第21题 22题 KMNO4 加HCL 加H2S 反应变成 KCL 加MNCL2 加H2O 加S 这一题的方程式平衡 我们先从第一项 KMNO4 这一项开始 因为左边有4个O 右边只有1个O 所以我们先平衡O 于是左边 414 这一项系数是1 因此 左边有4个O 右边也要变成4个 所以1乘4 这一项系数是4 我们把第一项物进其用 因为第一项的系数是1 所以有一个K 因此 左边一个K 右边这里也要一个K 所以这里系数是1 左边一个MN 右边也要一个MN 因此这一项系数是1 而右边CL 已经都确定了 因为右边这一项有一个CL 这一项有两个CL 所以总共有3个CL 右边有3个CL 左边也要3个CL 因此1乘3 这里系数是3 有3个CL CL好了 我们再平衡H 因为右边有4 2 有8个H 右边8个H 左边也要8个 可是 写好的这一项 已经确定的有3个 因此 还差5个 所以我们把这一项变成5个 两个要变成5个 我们乘上2分之5 这样就变成5个 可是 2乘2分之5 变成5个之后 S也是2分之5个 于是 右边这一项 因为单独一项S 所以 左边有2分之5个S 右边也要2分之5个S 这样每一项都写好了 我们方程式平衡 于是 我们把分母去掉 每一项都乘以2 结果变成 1乘2 变成2 3乘2 变成6 2分之5乘以2 变成5 1乘2 变成2 1乘2 变成2 4乘2 变成4 4乘2 变成8 2分之5乘2 变成5 于是 系数变成 2 6 5 2 2 8 5 这是22题 23题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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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这样右边有两个H 而刚刚系数是E 于是CA有一个 右边有一个CA 左边也要一个CA 所以这一项系数是E 有一个CA就有一个C 因此左边一个C 右边这里也要一个C 这样每一项都写到了 我们氧还没平衡 我们拿氧来做验算 因为左边有三个O 右边这一项有一个O 而这一项两个O 所以右边加起来也是三个O 这样方程式平衡 于是23题变成 1 2 1 1 1 这个23 24题 PBS加O2 反应变成PBO加SO2 方程式平衡 我们可以先从 PB或者S开始 可是不能先平衡O 因为箭头的右边 这里O出现两次 所以如果这一项系数是E 有一个PB 所以这一项E 有一个PB 有一个S 因此右边这里系数E 有一个S 于是箭头的右边加起来O总共有一个加两个 右边总共有三个O 右边三个O左边也要三个 因此两个要变成三个 我们乘上2分之3 所以O2这一项系数是2分之3 我们把分母去掉 明项都乘以2 让系数变成整数 于是第一项 2 3 2 2 这个24题 25题 PB括号 NO3括号2 加上KI 反应变成KNO3加上PBI2 方程式平衡 我们先从第一项 因为第一项的元素种类很多 所以我们先平衡N 因为括号里面 1乘2两个N 于是左边两个N 右边也要两个 因此这一项系数是E 有两个N 而这一项 1乘2 因此也有两个N 两个N就有两个K 结果 1乘2这一项两个K 两个K之后就有两个I 所以2乘1这一项两个I 而PB我们刚刚也还没平衡 左边一个PB 右边也一个PB 这样每一项两边元素数目都相等 结果 1 2 2 1 这个25题 26题 CUO加上NH3 反应变成CU加N2加H2O 方程式平衡 我们先从H先开始 因为箭头的左边有三个H 而右边只有两个H 3 2最小公倍数6 所以我们先平衡H 因此3乘2这项系数是2 左边有六个H 左边有六个H 右边也要有六个H 所以2 3 6 有了六个H之后 于是有三个O 右边有三个O 左边也要三个O 因此这一项系数3 有了三个O就有三个CU 因此CU这一项系数3 剩下N2 因为左边1乘2 左边两个N 因此右边也要两个N 所以2乘1这项系数1 于是每一项都写到了 我们方程式平衡了 两边数目相等 结果3 2 3 1 3 这个26题 27题 NH3加CL2 反应变成HCL加N2 方程式平衡 我们先从N先平衡 因为如果从N先平衡的话 则平衡系数不会出现分数 因为右边两个N 左边只有一个N 所以这一项系数1 有两个N 左边这里1乘2 有两个N 有了两个N 2 3就有六个H 因此右边这里也要六个H 有了六个H就有六个CL 所以左边也要有六个CL 因此2乘3等于6 于是方程式平衡 2 3 3 6 1 这个27题 28题 H2SO4加HI 反应变成H2S加I2加H2O 方程式平衡 线头两边 我们发现两边O的数目不一样 我们先从第一项开始平衡 于是左边4乘1有4个O 右边1乘4有4个O 左边有一个S 右边这里也要一个S 这样子右边的H就确定了 于是这一项两个H 这一项4 8个 所以2个加8个总共10个H 因此右边有10个H 左边也要10个H 写好的已经有两个还差8个 所以这一项要变成8 有了8个H之后 1乘8 有8个I 于是 2乘4 有8个I 这样箭头两边 每一项的元素数目都相等 结果系数变成 1 8 1 4 4 这个28题 29题 NCL3加H2O 反应变成NH3加HCLO 方程式平衡 左两边 我们先从CL先开始平衡 因为 左边有3个CL 右边只有1个CL 所以 左边这一项系数1 3乘1 有3个CL 右边1乘3 有3个CL 而因为系数1 所以有1个N 因此 右边这一项 1乘1 有1个N 于是 右边有3个O 左边也要3个O 所以这一项系数3 左边也有3个O 最后剩下H 我们拿来做验算 因为 左边2乘3 有6个H 所以右边也要有6个 这一项有3个 这一项1乘3 也是3个 于是 箭头右边也是有6个H 这样方程式平衡 结果系数变成 1 3 1 3 这个29题 30题 CRO3 加HCL 反应变成 CRCL3 加H2O 加CL2 方程式平衡 左右两边 我们先从H先开始 因为 右边这里 CL这边一次 CL这边一次 所以CL出现两次 所以CL必须留到后面 我们先从O先开始平衡 因为 左边这里O有三个 右边O这里只有一个 所以 3乘1 左边有三个O 右边1乘3 右边有三个O 而左边这里会有一个CR 所以这一项系数1 有一个CR 而右边2乘3 有6个H 所以这一项 1乘6 也要6个H 有了6个H 就有6个CL 因此 右边也要有6个CL 而这一项 3乘1 有三个 所以还差3个CL 于是 这一项必须变成3个CL 两个要变成3个 我们乘上2分之3 所以这一项系数2分之3 因此 两边我们都乘以2 我们把分母去掉 结果 第一项 1乘2 变成2 第二项 6 2 12 1乘2 变成2 3乘2 变成6 2分之3乘2 变成3 于是 系数变成 2 12 2 6 3 这个第三十题 三十一题 NAHCO3 加H2SO4 反应变成 CO2 加NA2SO4 加H2O 方程式平衡 我们可以先平衡NA 因为左边有一个NA 右边这里有两个NA 所以我们从NA先开始 于是 右边这里 2乘1 有两个NA 左边也要两个 所以 1乘2 有两个NA 而右边有一个S 所以左边这S 也要一个 而左边有两个C 因此 右边也要两个C 所以 1乘2 这项系数2 我们最后看H 因为左边H有两项 第一项 1乘2 这一项有两个H 加 这一项 2乘1 有两个H 所以左边总共有4个H 因此 右边也要有4个H 所以2乘2 这样有4个H 我们最后拿O 来做验算 因为 左边2 3 这里有6个O 加 1乘4 有4个O 所以左边有10个O 右边这里 2乘2 有4个O 加 1乘4 有4个O 加 1乘2 有2个O 结果 4加4加2 也是10个O 所以 两边仰的数目也相等 这样方程式平衡 于是 系数变成 2 1 2 1 2 2 这个31题 32题 P4O10 加H2O 反应变成H3PO4 方程式平衡 我们先平衡P 因为左边有4个P 右边只有1个P P相差的数字比较大 于是 4乘1 左边有4个P 右边1乘4 右边也有4个P 有了4个P 就有4 3 12个H 于是 右边12个H 左边也要12个 因此 2乘6 等于12个 每一项技术我们都写好了 剩下氧 我们可以拿氧来做验算 于是 左边的氧 1乘10 有10个O 加上 1乘6 有6个O 于是 左边有16个O 右边 44 也是16个O 因此 两边O的数目也相等 因此 最后的系数变成 1 6 4 这个 32 32 33 33 NaOH 加 H2 SO4 反应变成 Na2 SO4 加 H2O 方程式平衡 我们先从Na先开始 因为 右边这里两个Na 左边只有一个Na 所以 2乘1 这一项系数1 1乘2 这样系数2 两边都有两个Na 这样Na就平衡好了 而右边有一个S 所以左边这里也要一个S 这样S也平衡好了 最后我们看H 因为 左边总共1乘2 这一项两个H 加2乘1 两个H 于是 左边有4个H 右边 2乘2 也要4个H 因此 系数变成 2 1 1 2 这样方程式平衡 这个33题 3 3 4 KNO3 反应变成 N2 加O2 加K2O 方程式平衡 我们可以先平衡N 或者先平衡K 因为 右边有两个N 左边只有一个N 所以这里系数1 这个系数2 于是 两边都有两个N 有了两个N 就有两个K 因此 左边两个K 右边2乘1 也是两个K 而最后剩下O 因为 左边 3 2 6个O 右边也要6个 可是 写好的只有一个 所以确定的只有一个 还差5个 两个要变成5个 我们乘上2分之5 于是 每一项都乘以2 把分母去掉 结果变成 4 2 5 2 这个34题 35题 Cu2 S 加O2 反应变成 CuO 加SO2 方程式平衡 我们先从CU 开始 因为 左边两个CU 右边只有一个CU 所以这一项写1 有两个CU 右边1乘2 这样右边也有两个CU 左边1乘1 有一个S 右边1乘1 有一个S 最后我们剩下O 因为 右边1乘2 这一项两个O 2乘1 有两个O 所以 右边总共4个O 左边也要4个 因此 2乘2 结果等于4 所以 方程式的系数变成 1 2 2 1 这个35题 36题 PCL3 加H2O 反应变成 H3 PO3 加HCL 方程式平衡 我们先从CL 开始 因为 左边有三个CL 右边只有一个CL 所以 左边系数1 有三个CL 右边1乘3 有三个CL 左边有一个P 因此 右边这里系数1 有一个P 右边3乘1 有三个O 所以 1乘3 这一项系数3 有三个O 有了三个O 于是 236 有6个H 左边有6个H 右边也要6个 因此 3乘1 这一项有三个 加1乘3 这一项有三个 因此 总共有6个 这样方程式平衡 于是 系数变成 1 3 1 3 这个 36题 37题 NACLO 反应变成 NACLO3 加NACL 方程式平衡 我们先从O先开始 因为 左边只有一个O 右边有三个O 所以这项系数写1 3乘1 右边有三个O 于是 左边 1乘3 这个也有三个O 有了三个O 就有3乘1 有三个NA 因此 右边 总共也要有三个NA 写好的 有一个 所以有一个 确定了 还差 两个 因此 NA 1乘2 这一项 两个NA 再加前面一个NA 右边总共有三个NA 而左边 也是三个NA 这样方程式平衡 于是 细数变成 3 1 2 这个37题 38题 CU 括号 NO3 括号2 反应变成 CUO 加NO2 加O2 方程式平衡 我们先从N先开始 因为 左边 括号里面 1乘2 左边有两个N 而右边 只有一个N 因此 这项系数写1 而这项系数写2 而左边 有一个CU 因此 CU 这项也是一个 而左边 3 2 6 6乘1 左边总共有6个O 因此 右边加起来也要有6个 写好的叫做确定 1乘1 第一项有一个 加2乘2 第二项有4个 结果变成5个 可是 右边有6个 所以我们还差一个 因此 O2这一项必须变成有一个O 所以把2乘1分之1 变成一个O 于是 我们每一项乘以2 把分母去掉 因此 1乘2 等于2 结果 2 4 1 这个38题 39题 H2O2 加KI 反应变成 KOH 加I2 我们可以先平衡O 因为 左边两个O 右边只有一个O 所以这项系数写1 有两个O 因此 1乘2 这个也是两个O 有了两个O 结果 2乘1 有两个K 因此 左边也要两个K 1乘2 有两个K 最后I 1乘2 左边两个I 所以 2乘1 右边也两个I 将方程式平衡 结果系数变成 1 2 2 1 这个39题 40题 KIO3 加KI 加HCL 反应变成 I2 加KCL 加H2O 方程式平衡 这一题 我们先从O先开始 因为 左边有三个O 右边只有一个O 因此 左边这一项系数是1 3乘1 有三个O 于是 1乘3 也有三个O 这样O平衡 O平衡 O平衡好之后 3乘2 有6个H 于是 1乘6 也是6个H 有了6个H 就有6个CL 因此 1乘6 这样有6个CL 有6个CL 就有6个K 因此 左边也要有6个K 写好的叫做确定 确定的有一个 所以还差5个 因此 KI K这一项必须5个K 所以这一项系数是5 最后剩下I 因为左边这里有一个I 这里有5个I 加起来总共6个I 所以 6个I 于是 2乘3 变成6个I 这样每一项都写到了 方程式平衡 结果 1 5 6 3 6 3 这个40题 41题 AL加HCL 反应变成 ALCL3 加H2 于是 方程式平衡 我们从CL先开始 因为 右边有3个CL 左边只有一个CL 所以这项系数1 有3个CL 因此 左边 1乘3 有3个CL 而右边 有一个AL 因此 左边 AL也一个 最后剩下H 于是 左边 有1乘3 有3个H 右边 也要有3个H 于是 2个要变成3个 我们乘2分之3 这样 右边 有3个H 于是 每一项都乘以2 我们把系数化作整数 于是 变成 2 6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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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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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 这一项 有4个P 所以 4乘1 右边有4个P 左边也要4个 瓜里面有2个 因此 系数2 2乘2 总共有4个 这样 P就平衡好了 而左边 2乘3 有6个CA 于是 左边 1乘6 有6个CA 有了6个CA 就有6个Si 因此 Si 也要有6个 我们再平衡 O 于是 428 再乘2 第一项有16个欧 再加 2乘6 等于12 于是 左边总共有28个欧 右边 也要有28个欧 于是 3 6 这一项18 我们必须再加上这一项才能变成28 于是 CO2 这一项必须有10个欧 因此 2乘5 变成10 所以 3 6 18 加25 10 总共28 所以 方程式平衡 O 平衡好了 可是 左边 1乘5 有5个C 所以 右边 1乘5 这样也有5个C 所以 平衡係数 2 5 5 6 6 5 1 这个是12题